高雄市3日新增10,775例本土确诊个案 市长曾奇迈于防疫记者会中表示 感谢中央大力播补快塞四季到各县市 让四季量人充足 同时也宣布高雄针对维持社会正常运作 第一线有较多接触风险及防疫工作人员等 约80万人发放两季快塞四季 那我们高雄市也持续的加快我们四季的发放了一些规划 所以从包括我们前几天公布的65岁以上 还有这个12岁以下的血统 那我们今天也正式宣布扩大我们发放的对象 那也包括社福第一线的志工 还有这些相关的机构 社区不管是社会局或者是工部门的这些志工 那也包括在机场的防疫人员 还有教育相关部门所属的教师及员工 那包括民生运输类 包括我们各位很清楚知道说 不管是我们在我们的公有市场或民有市场 那以及相关的这个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包括我们的大楼管理员保全等等 这个跟民众会有比较多的这个相关的接触的风险的这些人员 陈其迈说明扩大发放对象 包括孕妇、社福、教育、基层防疫、民生服务、大众运输等六大对象 那同任时也包括我们一般低线的 我们的在维持政府正常工人运作的这个同任 包括我们在零柜人员或者是卫民服务 可能跟民众接触风险比较高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那再加上大众运输相关的这些工作人员 比如说捷运、公车、计程车、司机等等 这些类别的大众运输的相关的这些工作的这些人员 然后提供维持我们一方面政府的运作 二方面是在民众生命线的这个维持等等 这些相关的工作 那我们的累计总人数大概会达到这个80万人左右 师傅再次提醒鼓励65岁以上长者尽快施打疫苗 以及端午相聚如家中有长辈者 也请尽量全程戴口罩